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互动 现在两个都会走了 稍微修改一下让它们可以乱走 所以我可能要给它移动个角度 这边是旋转 旋转的如果是 这是顺时针 那如果你要逆时针就用负的 用负的它就逆时针了 所以你可以只拿一个来就好 然后在运算这边 有一个随机 选一个数 那这个就是随机乱数 你在游戏的过程中最好有很多的随机乱数 这样子才不会游戏很死板 固定三秒就跑出来 固定一直往右边走 这样是不好的 所以加了随机乱数就可以 比较多元 我让它转一个方向 比如说-20度到正20度之间 正不用打正 我就让它随机转一个角度 所以原本的移动 我让它可以转面向各个角度 我就每一次移动十步之后 我就让它可以转 可以转 可以转一个方向 然后就可以到处乱走 然后这个小猫 我也让它可以到处乱走 那可是我换一个方式移动 我换一个方式移动 它的移动的方式很多了 那这里有一个叫做平滑 就是平滑移动 在几秒以内滑到哪个位置 那我们这个舞台 它是坐标的系统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 那个位置在哪里的话 我们把舞台这边 我们先汇入 它有一个 它的场景里面 最后一个就是坐标系 所以如果小朋友 那个中年级好像还没教到坐标 所以老师可能要稍微讲一下 用那个座位的概念 但是高年级有学过坐标了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画面的宽度 最左边是-240 最右边是240 中间是0 那高度呢 那个高低呢 就是上面180 下面180 用SY来分 所以我的人 如果要在画面各处移动的话 那我的小猫 我就把这个坐标 这是滑到哪一个位置 那我就把这个位置 自己用乱数来定 比如说 我刚刚S的范围是-240到-240 所以我给它的乱数的范围 就是-240到-240 那Y呢 也是一样 Y是180到-180 这个就是画面的范围 所以我如果给它这个范围的话 然后这个秒数 我也让它快慢可以自己决定 0秒到3秒 那如果0秒就是瞬间移动 如果3秒就是慢慢走 如果3秒然后距离很远 它就走得更 距离很近 它就走得更慢 好 所以我在这个滑行的部分 我把它放进来 然后我也让它可以 低旋转 来看一下喔 它们的移动就会变成这样 你看猫是水平移动 移动到某个位置 再换下一个位置 然后人就是走了10步以后 就可以转个大概左右20度 随便它 看电脑叫它转几度 所以它们就会跟我跑 对不对 所以我把移动的部分 稍微做了改进 那你们在写游戏 或者写教具的时候 你就要看那个东西 移动方式是怎样 比如说鬼 鬼就适合用这种水平的移动方式 那如果是鱼的话 它就可能方式不一样 好 那再来呢 我要做一点互动 互动 谁碰到谁就怎么样 所以好 我就写在猫身上 那这里有一个侦测 那这个是碰到什么角色 这小箭头可以选 好 那它这个角色都有名字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名字可以改 好 怎么改呢 点这个小deformation 把名字直接换掉 好 我们把它叫刘德华 好 这个小猫呢 叫做 好 角色都赋予它名字的话 你写程式比较容易写 不会弄错 好 那小猫如果去碰到刘德华 好 好 这是小猫身上哦 所以小猫如果去碰到刘德华 如果碰到刘德华 好 如果再控制这边 好 这六角形的就是故灵的运算子 把它丢进来 如果你用这个还丢不进来 因为它是椭圆形的不能丢进去 所以这里面是判断真或假 然后这个是一个数字 所以你这样很 它这个都帮你做 所以你不会放错 好 如果碰到刘德华就 就干嘛呢 声音 你可以喵一声 好 这边 这个是它内建的声音的 好 那如果你不喜欢 自己录 好 那前提是你要有麦克风要插好 哎呦 哎呦 好 这样子 这个就是哎呦 你名字可以改一下 好 好 那你程式这边 如果我碰到刘德华 我就来哎呦一下 哎呦一下 那顺便讲 顺便外观这边 这边会出现那个字 出现那个字 好 好 那这件事情 我让它独立 做侦测 所以我要点预期嘛 可是如果这样子呢 程式一开始 它就只判断一次 做完之后就不做了 就没有了 那你可能一开始没有碰到 你就永远不会再碰到了 所以要记得 通常 通常 侦测的事件 一定要包重复 侦测 把它包起来 这样它才会不断不断的一直侦测 好我们来看一下 哎呦 哎呦 因为它会 哎呦 哎呦 一秒之后才喊 哎呦 我们改一下 交换一下 他就会先 哎呦 先哎呦再讲 哎呦 哎呦 再改好了 先这样子 来各位先试一下 哎呦